东海创校迄今,一遇一甲子 西元1951年,美国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 新任执行秘书长方威廉博士 在美国联董会年会 以演讲主题《视野无限》为新展望 获得与会者的共识 协助推动台湾第一所基督教大学 1953年,美国联董会成立建校筹备处及董事会 选定台中市西屯区大渡山为校地 定名为东海大学 先行设立文学院和理学院 聘请曾约农先生为首任校长 为全台第一所私立大学 1955年7月,单独招收第一届新生 经过67年闭路蓝旅 成为一所深具影响力之综合大学 2023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公布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 东海位居全球101-200名 并连续四年获得台湾卑医学类私立大学第一名 东海大学为国内充满人文典雅气息之大学 创校至今秉持求真、笃信、例行之教育理念 在革新博雅教育的格局下 帮助每位学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各类素养 孕育出无数杰出优秀人才 面对21世纪高等教育的挑战 提出立基于行政革新、跨域典范、永续发展、国际接轨 四大面向的制校理念 更积极推动翻转教学、制度弹性化 以目标为导向学习、开放环形的大学 四大目标,以迈向未来大学 东海大学拥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管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农业继健康学院、创意设计继艺术学院、法律学院、国际学院等九大学院35个系所 学生无论在艺术、建筑、商学、法学、人文及科技领域皆表现优异 2023年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公布 东海大学在物理科学领域阅居全台第五、工程学科全台第六皆为中部第一 展现东海在学术领域的坚强实力 2022年毕业生攻读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康乃尔大学、伯克莱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等世界名校人数持续成长 针对校内大一生大二的学生设立数位、跨域、博雅的智慧制造、韧性设计、近零碳排三个专业领域班 导入AI大数据、敏捷式智慧制造、科技与环境永续的韧性设计、碳中和、零排碳等专业跨域课程 博雅教育是透过学习音价、荣誉鼓励、良师益友相伴 强化自主学习精神、体验教育与动手做的学习 并服以数位学习、引导学生看见自己本有的博雅本心 令其自然发光而能与他人的博雅本心相互辉映而照亮别人 劳作教育是东海立校时首创的独特教育方式之一 培养同学从小事做起 使之具备社会实践与服务的精神 劳作教育4.0课程内容 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S为主轴 分为五大永续学习领域 借由科技力导入、环境减碳实作、校园环境优化 学生自主学习及链接大学社会责任等 来建构学生之多元品和、永续素养以及实践能力 东海大学不仅具有国际性 更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与东海签约的合作姐妹校遍布全球五大洲33个国家 亚洲为早稻田大学、岩市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 北美洲有芝加哥州立大学、波士顿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三一大学等 欧洲有赫尔大学、汉堡工业大学、基辅理工学院等 大洋洲地区有沃隆岗大学等 非洲地区有苏伊士运河大学等 近年来,深化与亚洲、美国及欧洲姐妹校之合作 及校园国际化环境营造 扩大提供国际化相关服务 提供师生许多海外研究及学习的机会 让东海的学子能够在世界各个角落为台湾和世界做出贡献 作为全台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直以来以卓越的教学能量和优秀的校友群体而闻名 过去,毕业于东海大学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包括余君芳、陵南、余宽人、杜维明、浅嘉陵、孙康怡、郑永吉、吴春放、格德仲、刘宏文、吴仲义、施明哲、同仁杰、堂堂 累积成为中研院院士的总人数高达十四位 东海培育学生的学术知识与社会责任不遗余力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也正是卓越校友在各行课业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 东海大学鼓励每一位师生追求创新和开创 它是一个开放、民主且充满活力的知识殿堂 凭借带领与信心、追求荣耀与基督信仰的核心精神 就是东海大学永续发展的生命力 高等教育是透过真理的追求来影响社会的发展 东海大学在知识创造的同时 人间性本质是与宇宙精神相系 要使更多人获得启蒙 进而引领文明的创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